哈喽大家好我是庄野 欢迎您收看庄野杂谈加拿大系列节目 其实咱们继续讲城市系列 该讲埃德蒙顿最后一集了 其实我本来做埃德蒙顿系列打算做上下两集 结果上集说了一半太累了 于是咱们就分成了上中下三集 不过也幸亏说了一半 这才抛砖引玉引来了不少比较有营养价值的留言 于是让我对这个城市有了一些深层次的理解 我跟您分享一下我的心得我的收获 其实现在在阿省 埃德蒙顿和卡尔加里这两个城市 他们在阿省内部所承担的角色 之前咱们总说是竞争关系 里面的故事一大堆是吧 我经常拿来当段子讲 其实也没那么夸张 主要是为了节目效果 半开玩笑性质的 当然我也不是瞎说 因为这两个城市在历史上确实有过竞争 但是你想 经过这么多年的互相磨合互相适应 以及各种政治角力 其实现在双方更多的是一种合作关系 处的还算是比较和谐 他们二者之间的互补性远远的大于竞争性 这个我给您简单说几个 你看这两个城市 从大方向来说 一个是经济中心 一个是政治中心 如果从政治立场上来说 一个偏左一个偏右 如果说居民的气质 一个是比较包容 不过有点傲娇 一个是比较传统 但是人比较nice 再说一些传统的产业 一个是浓多一点 一个是木多一点 说地理 卡尔加里是被公河流经 而埃德蒙顿 是被一条叫做北萨斯卡之温河 这么一条河穿过 再说油气产业 卡尔加里是油气产业的市场部 服务部 前系统 而埃德蒙顿 它是一个生产端和研发端 属于后系统 说旅游 卡尔加里是靠近班夫 而埃德蒙顿 它是靠近Jasper 再说职场 卡尔加里是白领为主 埃德蒙顿 它是蓝领很多 说到文化 卡尔加里有更多的艺术博物馆 而埃德蒙顿 有更多的剧院 说到节庆 卡尔加里有世界级的牛仔竞技节 它比较注重节日的质量 而埃德蒙顿这块 号称加拿大节日之都 一年到头是节庆不断 特别注重数量 再说生活 卡尔加里这块是找工作容易 平均家庭收入高 它是一个开源性质的城市 而埃德蒙顿那边 它是生活成本低 房价低 属于一个节流性质的城市 这两个城市是不是特别的和谐 特别的互补 所以说 作为一个知识介绍型的博主 咱们还是得客观 不能总是挑拨人家两个城市之间的友好的关系 这样 我就把话撂在这以后我改 我以后要是再敢挑拨这两个城市之间的关系 真的 我就 你就当没听见 好 不闹 咱们下面正式开始讲埃德蒙顿最后一集 上期咱们讲完埃德蒙顿的医疗了是吧 该讲到教育那块了 埃德蒙顿的教育 这个可是埃德蒙顿的强项 咱们先说K12阶段的中小学教育 我以前讲的这块总是喜欢用飞沙研究院的公立学校排名 然后数一数 这个城市的高中能够排进全省前100名以内的高中的数量 数量多 就说明这个城市的K12阶段的教育比较牛 咱们就拿埃德蒙顿和卡尔加里来举例子 你看啊 这个图是埃德蒙顿周边的高中 他在阿省253所高中里面 埃德蒙顿能够排进前100名的高中的数量 是25所 而卡尔加里呢 是32所 这是不是就说明卡尔加里要比埃德蒙顿占优势啊 其实啊 这种比不太科学 首先呢 他这个飞沙研究院的公立学校排名啊 他就是一种按照 按照测试考试的分数来做的排名 这实际上是一种英式教育的衡量的方法 并不适合加拿大的教育现状 这个其实我在前一集装杂第157集里面 说到过这个飞沙研究院的排名 建议呢 您回去看一下 另外啊 查学校数量这种做法呢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忽视了这两个城市的人口差距 卡尔加里的人口是130万 这里面咱们不算大都市区啊 只说城市本身 卡尔加里是130万 埃德蒙顿呢 他是100万刚出头啊 你看 卡尔加里要比埃德蒙顿多30万人呢 多出去三分之一的人口 那人口多学校就多呀 好学校的数量自然也会多 因此说呢 咱们应该看这个好学校的数量 跟人口数量之间的比例 这样一除的话 你就会发现呢 其实这个埃德蒙顿呢 他比卡尔加里的好学校的占比要高一些 所以说埃德蒙顿的K12阶段的教育 其实是稍稍强于卡尔加里的 跟刚才那种通过查数字得来的印象是截然相反 这背后的原因呢 我自己的总结就是大概因为卡尔加里的娱乐产业比较发达 学生们不太安心学习啊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其实就在于埃德蒙顿地区啊 他在高等教育这块比较发达 因此说 这个高等教育带动了整个城市的学术氛围 就感觉比较浓啊 这对K12级别的教育是有一定的拉动作用的 有人说埃德蒙顿地区的高等教育这块发达吗 你说呢 当然了 埃德蒙顿那可是阿省最高学府阿尔伯塔大学U of A的所在地啊 关于这个学校的历史呢 我就不说了 因为之前说过很多次啊 当然这个算了 我还是厚道一点啊 简单说一下 阿省你看啊 它是1905年成立的 这个省级最高学府阿尔伯塔大学 它是在第二年 也就是1906年成立的 但是呢 为了这个大学的选址啊 卡尔加利和埃德蒙顿这两个城市争夺的非常的激烈 但是最后呢 给了埃德蒙顿 原因有三个 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加拿大联邦政府的总理是自由党的劳里埃 而这个埃德蒙顿呢 他是自由党的票仓 这个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阿省成立之后的第一届省长 他的名字叫做亚历山大卡梅伦·卢瑟福 这位卢瑟福先生 他在任上干了将近五年 这个人呢 他表面上是无党派人士 但是他的实际政治立场是偏向自由党的 因此 埃德蒙顿又得一票啊 第三个原因就是 因为这个省长卢瑟福啊 他小时候是生活在加东那边 一直到38岁的时候 他才搬到西部并且开始从政 他刚搬来的时候就是住在 当时的埃德蒙顿城南边不远处 位于那个北萨斯卡尘温河南岸的 Stress Kona 你看 那个时候啊 埃德蒙顿和这个Stress Kona 它是两个城市 后来到了1906年 卡尔加里和埃德蒙顿 两个人争这个最高学府 于是呢 作为省长的这位卢瑟福先生就发话了啊 你们俩也别争来争去了 争个毛线呢 这个最高学府呢 也别放在卡尔加里 也别放在埃德蒙顿 放在我老家Stress Kona那块啊 你看 我堂堂阿省第一届省长 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这个面子得给我吧 卡尔加里一看 这省长都这么说了 再纠缠不清就有点给脸不要脸了 于是就同意了 其实啊 这卡尔加里呢 也不在乎自己能不能拿到这个学校 但是最重要的是 不能让埃德蒙顿拿到 丢不起的人 只要不放在埃德蒙顿 你放哪都行 于是乎就这样 省级最高学府阿尔伯塔大学 就被放在了省长的老家Stress Kona那块了 大家都开心 你看 这是1906年吧 结果呢 六年之后的1912年 埃德蒙顿和Stress Kona宣布合并了 结果这一下子呢 再看卡尔加里那边呢 是扑的一声 然后咣当一下子 扑的一声呢 是一口鲜血喷在了屏幕上 咣当一下子呢 就是直接晕倒在厕所 不带这么欺负人的 不闹啊 后来呢 这个可怜的卡尔加里 是一直等到半个世纪之后的1966年 才终于拥有了自己的 第一所独立的高水平大学 卡尔加里大学 University of Calgary U of C 而且呢 这个卡尔加里大学 还是从阿尔伯塔大学的一个分校发展来的 所以说 不过咱们今天不说卡尔加里大学 他今天就是客串一下 咱们说回位于埃德蒙顿的这个阿尔伯塔大学 咱们今天的主角啊 那可厉害了 目前它在加拿大学术界的地位非常的高啊 在加拿大麦克林杂志2023年大学排行榜上面 这个大学 它位于加拿大第一梯队的伊伯雷大学 它是在里面排名第五 而南边这个卡尔加里大学呢 它只是排名第九啊 当然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麦克林杂志这个大学排名呢 它是加拿大自己搞的 咱们按照另外一个更加出名的QS世界大学排行榜来排的话 那么这个阿尔伯塔大学它的排名更高啊 2023年呢它排到了加拿大第四名的位置 所以说是一个相当牛叉的存在啊 目前这个大学有五个校区 以及一个设在卡尔加里的多用途办公中心 目前呢这个学校一共有18个院系 提供大约200多个本科课程和500多个研究生课程 学生总数大概是44000多名 其中80%是本科生 20%是研究生 而且这里面包括来自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7000多名国际学生 说明这个学校的国际化程度非常的高啊 如果你想报考这个学校 他们学校比较出名的专业是 医学院、法学院、教育学院以及工程学院 都是相当厉害啊 除了学术方面的吸引力之外 阿尔伯塔大学还有一个比较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它所在的阿省在移民政策上面比较宽松 国际学生在阿尔伯塔大学就读期间 可以合法的在校园内和校园外打工 毕业之后还可以申请到为期三年的毕业工签 从而为他毕业之后移民加拿大铺平道路 于是一大堆抱着移民目的来到加拿大的国际学生 好多都跑到这个学校来了 除了这个最出名的阿尔伯塔大学之外 埃德蒙顿还有不少其他的学校 光在这个University这个级别的就有三个 他们分别是 Concordia University of Edmonton 康科迪亚大学 还有一个叫做麦科文大学 就是McEvan University 还有另外一个学校叫做国王大学 Kings University 不过咱们今天就是念一下这三个学校的名字 详细就不说了 因为什么 因为这几个学校不太出名 你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野鸡大学呢 当然这么说也不对 人家确实都是正规的公立大学 只不过历史稍微短一点 在学术成就上差一点 学生数量也稍微少一点 成为University的年头也比较短一点 就是你看早一点的 这个McEvan他是2009年升格成University的 而其他两个比较晚 都是在2015年才升级 所以说嘛 这几个大学你别看名字上也是University 他压根没法跟那个阿尔伯塔大学比啊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对对对 一个天上三个地下 三星捧月 另外除了综合大学University之外 Edmonton还有两个比较出名的 级别稍微低一点的高校 一个是诺奎斯特学院 Norquest College 另外一个就是北阿尔伯塔理工学院 NAIT 这两个学校的人都比较多 最后咱们得说一下 先说这个Norquest 这个学校它是在1965年正式成立的 它的前身是阿尔伯塔职业学院 目前在校学生的总数大概是12000人左右 其实说白了 这个学校就是一所以职业培训为主的一个教育机构 里面大概有60多门培训专业 比较热门的 你像什么护工啊 机器学习的分析师啊 药剂师啊 工商管理文凭啊 什么医疗器械再处理啊 医疗保健的 又失了保姆空姐之类的这种 这种文凭或者是证书啊 这种培训啊 另外他这个学生的年龄也稍微大一点 其中64%的学生年龄都是在25岁以上 另外还有一个 这里71%的学生是女性啊 是女学生啊 接下来咱们再说另外一个学校啊 北阿尔伯塔理工学院 NAIT 当然这个名字NAIT它是简称的 它的全称是North Albert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你看它的学校类别是Institute 有些人可能傻傻的分不清这个Institute 它跟University和College它的区别是什么 这么说啊 关于University和College这两个的区别 大家都知道 他们是一个教育水平高低的区别 教育水平就包括什么师资力量啊 学术地位啊 教学设施啊 学生人数啊 以及颁发的学位或者文凭的级别啊 你看University和College一个高一个低啊 但是这个Institute这个东西呢 它跟另外那两个 它不是一个维度的 它不是教学水平高低的问题 而是一个宽窄的问题 University和College那两个呢 你甭管高低啊 它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学校涵盖的专业比较宽泛 什么文科啊 理科啊 医学啊 工商管理啊 法律啊 有条件上的全都给你上啊 但是这个Institute它就比较狭窄 它只是聚焦某几个专业领域 甚至有不少大学 干脆把自己的某一个专业也叫做Institute 这都可以的啊 但是咱们不说那个啊 咱们今天只是说像NAIT这样的独立的Institute 至于这个Institute它的教学水平高低呢 发什么学历和文凭呢 这个不一定啊 需要看上下文 有高有低 高的呢 咱们举个例子啊 麻省理工学院MIT 人家也是Institute 人家是可以发博士学位的 低的也有 你比方说今天讲的那个NAIT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跟College级别差不多的这么一个学校 它的最高的学位只能发到本科 学术水平不见得很高 而且它的历史也不是很长 这个NAIT它是成立于1963年的5月27日 你看 刚过60周年校庆 但是您别看它级别不高 历史不长 但是它比较受诱人企业的欢迎 为什么 因为它特别注重在理工专业和应用科学领域培养人才 就是主打一个学以致用 这对阿省这种特别重视工程师人才的石油工业大省来说 就特别的实用 特别接地气啊 学生一毕业就能上岗 你看呢 根据他们学校自己的统计 在他们全任制课程毕业之后 9个月内就业率达到了92%啊 因此说这个学校的毕业生非常受用人企业的欢迎 于是每年来这上学的学生那是乌泱乌泱的特别多 目前呢 这个学校的就读学生人数 这个这个我不能给您一个总数啊 这样我把这个截图放在这 您可以简单的把这些数字加在一起 但是你要刨掉这些重复就读的学生啊 应该也是不少啊 而且来这学习的呢 不仅仅是加拿大国内学生 这里面还包括来自84个国家和地区的2600多名国际学生 因此说他的国际化工作做得也很好 估计之前看过我讲卡尔加里的观众朋友们还记得啊 卡尔加里那边有一个叫南阿生理工学院 SAIT 其实说戴德蒙顿呢 又说了一个北阿生理工学院 NAIT 一个NATE 一个SIT 那么这两个学校什么区别啊 哪个学校好一点呢 这个怎么说呢 这两个学校啊 其实无论是从名气以及专业配置和专业水平来说呢 都是半斤八两 伯仲之间 如果咱们较真的话 纯从学术排名上来对比的话 这个NATE要比SIT稍微高这么一丢丢啊 但是不重要啊 基本上没什么太大区别 我本人觉得啊 他俩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城市和文化的区别 看你自己更喜欢埃德蒙顿还是更喜欢卡尔加里啊 好 前面说高等教育这块就说这么多啊 接下来呢 时间不是太多了 咱们我看还有什么没说的 那个那个 说一说埃德蒙顿的房价啊 估计很多人比较喜欢听这个这个话题 说房价的话 咱们就用这个WOWA网站这个数据来看啊 因为我做节目时候 比较喜欢用这个网站上的地产数据 为什么因为 当然他没有给我业配啊 我就是觉得做节目比较方便 因为这个网站呢 不仅可以给出不同类型的房子 在不同时期的平均值 还能够看出哪些地段的房价比较高 你比方说埃德蒙顿地区 这个图啊 图中的颜色越红 代表这块的房价越贵 你看 感觉埃德蒙顿的Downtown地区 以及西边地区 好像不是很受欢迎啊 反而是东南北三个方向比较受欢迎 大概率也是那些平均收入比较高的富人区 高尚社区啊 因此说啊 如果您是一个刚来到这个城市 想买房 但是却两眼一摸黑 不知道应该去哪买的话呢 你看这个网站的这个图非常方便啊 上集就有一位观众朋友留言说 咱们华人比较喜欢在西南地区 以及在南边买房子 原因就是因为这两片地方比较安全 你看这不就跟咱们这张图对上了吧 你看这个图 西南方向 还有南边 颜色比较深红 什么原因呢 不就是因为华人喜欢吗 好 接下来咱们再看一看埃德蒙顿的房价啊 这个这个数字 你看 截止到2024年2月份啊 埃德蒙顿所有房型的平均房价是40万 即使是独立物 它的平均价格也不过是50万加币啊 哎 看了这个数字什么感觉啊 是不是有一种惊喜感啊 这可负担性也太好了点吧 好的不顺心半点 同样的时间段呢 咱们再看一看卡尔加里那边 好家伙 这个卡尔加里独立物的平均价格 已经达到了77万多呀 所有房型的平均房价也超过58万了 差不多比埃德蒙顿高了50%啊 而且卡尔加里对埃德蒙顿的这个房价碾压趋势 它可不是现在才开始的 实际上是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 这个卡城的房价就一飞冲天就没有再下来过 但是咱们再看埃德蒙顿这头的房价呢 这走是走的啊 虽说有的时候呢跟过山车一样上上下下的 但是呢大方向上来看呢 就是四个字啊 四平八稳 怎么搞的 按理说这两个城市应该差不多呀 一个是经济中心 一个是政治中心 各有各的优势 而且互补性很强 而且距离也近 这就开车不过三个小时的车程嘛 而且经济上呢 两边都是依赖油气产业嘛 老百姓的税后年收入其实也差不了太多啊 也就是天气这块呢 埃德蒙顿比卡尔加里稍微冷这么一堆堆啊 但是也没冷那么多呀 而且你看除了天气之外呢 埃德蒙顿有很多比卡尔加里好的地方啊 最大的好处就是物价底 感觉什么都比卡尔加里便宜啊 你想什么购物啊 买菜呀 去饭店吃饭呢 油价呀 车保险呢 什么公车月票啊 就感觉在埃德蒙顿花钱 那钞票值钱 花起来比较爽 而且身边呢 还有一个加拿大最大的购物中心守在边上 而且阿省还没有省税 那你看这埃德蒙顿的妥妥的 应该算是加拿大的购物天堂啊 所以说无论咱们怎么分析这个埃德蒙顿的房价 都不应该比卡尔加里低那么多 当然低肯定是低一点 但也应该紧紧的咬住卡尔加里 双方的房价应该是一融俱融一损俱损 是吧 这个你看你看 咱们看历史房价确实也说明这个问题 具体来说就是在2019年之前 这两个城市确实也是一个紧咬着对方不放的这么一个走势 房价相差不多 但是呢 自从2020年之后 事情开始起变化 为什么 因为疫情 以及这个疫情所带来的居家办公概念 渐渐开始流行 还有呢 考虑到通胀避险的因素 于是 加拿大人对这个住房的需求猛增 同时呢 乌漏拼封连夜雨 这世界范围内又爆发了几场战争 对这个经济的拖累 然后又使得这个通货膨胀 建房的速度放慢 成本提高 于是这么一种供需失衡 造成现在加拿大 全国范围内的一波房价猛涨 先是温哥华和多伦多那边 涨到高不可攀 然后接下来 这个买房的热钱呢 就开始流向加拿大的一些房价的挖地 你比方说大温周边的那些个小城 还有安省 我们我们大多伦多地区周边的地区 很多以前 房价不怎么高的一些小城呢 一个个也都开始进入上涨通道啊 除了BC省和安省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阿省 其实阿省比安省和BC省更有优势 因为他房价低 而且阿省有非常宽松的移民政策 于是呢 大批这个移民呢 和买房的热钱就开始向阿省流入啊 这个很好理解 可是 阿省就阿省呗 可是为什么全都跑到卡尔加里去了 让卡尔加里的房价一飞冲天 可是反观埃德蒙顿 就不如卡尔加里受追捧啊 这房价死活赶不上卡尔加里 咱们经常说嘛 手心手背都是肉 凭什么这卡尔加里就那么招人喜欢 埃德蒙顿就爷爷不疼奶奶不爱的 凭什么呀 于是乎呢 我就抱着一个求知的态度 在网上这通搜啊 主要就是想看一看 大家怎么评论这个事的 结果呢 搜出来这个答案呢 其实跟我想的差不多 下面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当然这个不是我的原创啊 是无数专家们的观点 我给惠总总结了一下 如果您觉得我说的不对的话呢 你找专家去啊 但当然也欢迎您在留言区留言 至于为什么卡尔加里 比埃德蒙顿更受欢迎 咱们先说一个不太重要的原因 就是天气啊 其实很多人不喜欢埃德蒙顿 就是因为嫌埃德蒙顿的冬天比较冷 它冬天的平均气能 要比卡尔加里低低不少 怎么说呢 其实他俩的气候差距 没您想象的那么大 只不过是 大家总这么说 于是就给您一种不好的印象 至于天气 其实不能说谁好谁坏 只能说是各有特色 跟每个人的体质和承受能力有关系 因此说我觉得天气的因素 大概占到这里面原因的25%左右 还有第二个原因 就是这个卡尔加里啊 他总体来说 他各方面的综合实力更加的强 比埃德蒙顿更像一个大都市 这个原因大概可以占到40% 一呢是因为卡尔加里人比较多 距离美国又比较近 交通呢也比埃德蒙顿方便一些 而且呢他的经济比较发达 白领多一些 拥有更多的大企业和公司的总部 城市面貌呢也更加繁华一些 而相比之下这个埃德蒙顿呢 就感觉城市小一丢丢 人口少一丢丢 交通稍微不便利那么一丢丢 感觉更像农村那么一丢丢 找工作的时候呢 蓝领工作稍微多那么一丢丢 当然关于蓝领多这个事呢 这个咱们说个题外话 先说一个常识啊 一般来说一个城市如果移民来的少的话 他这个治安就会相对好一些 但是呢 你在卡尔加里和埃德蒙顿这两个城市身上 我们看到却是一个截然相反的结果 埃德蒙顿移民少 但是他的治安要比卡尔加里差 至于差多少呢 这个不重要 其实差的不是太多 就是说他这个现象挺奇怪的 为什么移民来的少 治安还差呢 这个主要是因为啊 埃德蒙顿的蓝领稍微多一点 当然这么说政治不正确啊 好像蓝领多治安就不好似的 咱们换句话说啊 两个城市呢 都有一个中低收入的划分线 而埃德蒙顿呢 在这条线上的人口更多 这就是埃德蒙顿治安差的根本原因 至于埃德蒙顿 为什么有这么多蓝领 中低收入的人多一点呢 原因是这样的 一个是因为埃德蒙顿 它是油气产业的后系统 本身干脏活累活的就多 另外还有一块就是埃德蒙顿这块 大概四分之一的人口 它是在公共失业里面就业 这里面也含有大量的蓝领工作 说修个水管 修个电线 修个马路什么的 而且在公共行业里面干的这些雇员 这个您知道 他们这些政府工 主要就是图一个退休比较舒服 喷尸拿的比较多 但是在退休之前 上班的时候的工资 也不能太高 不然老百姓说闲话 所以说您看 埃德蒙顿有这么多的蓝领的工作 它实际上是一种不同的就业环境 因此说上一集 有一位观众朋友留言 我觉得特别的好 他就说 在卡尔加里失业的白领 一般也不会来到埃德蒙顿这块工作 就是因为蓝领和白领之间不匹配 而且埃德蒙顿的职场规模要比卡尔加里小一些 对技能对经验对移民身份的门槛稍微高一些 感觉就不如卡尔加里职场的工作那么接地气 所以说经常就听到有人说 卡尔加里更加吸引新移民群体 而埃德蒙顿这块则更加适合老移民多一些 原因就在这了 好前面说了两个原因 为什么卡尔加里比埃德蒙顿更受新移民的欢迎 另外还有第三个原因 这个原因比重也很大 大概我估计能占到35% 就是旅游这块 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 卡尔加里他距离那个加拿大顶级的 加拿大洛基山国家公园群 尤其是班夫公园 特别的近 开车去单程一个半小时 来回三个小时 你要是住在卡尔加里去班夫玩一趟的话 完全可以做到当天来回 可是你要是住在埃德蒙顿这方面就差多了 虽说埃德蒙顿距离加斯普公园比较近 但是这个单程开车需要四个小时 一来一回八个小时 所以说一般人去一趟加斯普还是需要大洞干戈的 至少需要在加斯普附近找个旅店吧 这就相对比较麻烦 而且呢 这个加斯普公园他跟班夫也不是一个级别的 虽说加斯普也很美丽了 但是他跟班夫相比 无论是知名度、人流量、宣传力度、开发程度、商业化程度 以及交通方面的程度 都比班夫差一截 这样一来的话 从旅游业能够给附近城市提供的就业岗位 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 那班夫对卡尔加里提供的支持 远远大于加斯普对埃德蒙顿提供的支持 因此说正是因为班夫公园 他的这么一个无敌的存在 这也是卡尔加里能够吸引这么多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你看我身边也有不少搬到卡尔加里的朋友嘛 人家搬家之后第一句话就是 哎呀真好啊 从今以后呢 我就可以天天去班夫公园打卡了 于是在朋友圈里面收获了一大波羡慕和点赞 我就没听到过一位 搬到埃德蒙顿的朋友敢这么说 哎呀真好 我以后可以天天去 杰斯普公园打卡了 骗人呢 怎么可能天天去啊 不过也不一定啊 他可能说的是在埃德蒙顿市中心 那个叫杰斯普派克那个小社区的名字 好咱们前面总结了三大原因 为什么卡尔加里比埃德蒙顿受欢迎 一个是天气 一个是城市发达程度 还有一个就是班夫公园 尤其是后两个啊 这才是造成卡尔加里房价居高不下 可是埃德蒙顿就死活起不来 你看手心手背都是肉 这卡尔加里就是手心肉糊糊的 埃德蒙顿呢 就是手背啊 全是青筋的 不过咱们话语说回来啊 房价不高 移民不多 除了个别房地产行业的从业人员 感觉不爽之外 大多数咱们爱屯的老百姓压根不在乎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啊 一大堆新移民 一大堆炒房的热钱 乌羊乌羊的全都跑到埃德蒙顿 把这个房价炒起来 这是什么好事吗 给这个城市带来的负面冲击 要远远的大于它的收益 你看现在埃德蒙顿的失业率本身就高啊 犯罪率也比卡尔加里高 你再来一大堆没工作的新移民 这不是雪上加霜吗 因此说呀 爱屯受不受外人欢迎 爱屯老百姓不仅不在乎 反而是沾沾自喜 人少正好 最好都别来 来了还添乱 Leave me alone Peace 这就让我想起那个加西那块 温哥华岛上的老百姓们 你看那个温哥华岛啊 因为它交通不便嘛 经济不如温哥华发达 于是就有人琢磨 能不能修一座跨海大桥啊 把这个温哥华岛和大路架连接起来 这不就能够促进温哥华岛的经济发展了吗 结果反对声音最大的就是温哥华岛上的岛民们 跳脚的骂呀 修大桥 谁出的搜主意啊 可展之啊 为什么岛民不乐意啊 就是怕交通太便利了 人来的太多 反而会破坏岛上的环境和长久以来的生活方式 埃德蒙顿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还曾经不是有政客在2021年提议 说是在卡尔加里和埃德蒙顿之间修一条超高速铁路吗 现在单程是三个小时 铁路修好之后 单程就能够缩减到45分钟 你看 这么好一件事 一直到现在都拖拖拉拉没讨论出个结果 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这两个城市的管理层啊 都没这个动力 其实埃德蒙顿老百姓还是挺享受 现在这种人少 物价又便宜 房价低的这个现状啊 这个没有改变的动力 房价低挺好 但是说实话 我个人其实对埃德蒙顿的房价 是不是一直能够保持这么低的位置 我个人是怀疑态度啊 也许明年就会涨起来 你不信我就把话放在这 咱们明年2025年年初 咱们再看 因为现在呢 其实已经有不少 买不起卡尔家里房子的炒房客们 已经把注意力给转移到埃德蒙顿这块来了 这个你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这个内部消息 好 关于埃德蒙顿这个城市呢 咱们就说的差不多了 如果有什么没有讲到的话 你可以留言啊 OK 咱们今儿 在走之前 千万别忘了 动一动小手指帮我点个赞 或者是把我的节目 推荐给你身边的朋友 要是能够订阅我的频道 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会员 用每月一杯咖啡的钱来支持庄业进行内容创作 那就更好了 庄业的这里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啊 得嘞 咱们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啊 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